用那個DIR部分 把它產生這個List 然後把它放在這裏 當然如果說以後你要呼叫DIR 像是什麼 Windows鍵加R 打一個CMD 打一個CMD 這邊的話就可以輸入什麼 輸入一些指令 當然你可以直接到D冒號 比如說我到那個 中英文切換麻煩 D冒號就是到 D冒號就是到D碟 CD到某個目錄的話 你可以 DIR 這個當然 以前如果常用 DIR裡面目錄 我們可以到什麼 什麼全程 而且它這個其實好像 我記得是有支援那個複製 比如說到這個目錄 你可以打個CD 空一格 貼你不能Ctrl V 你可以按右鍵 Enter一下 到這個目錄了 DIR一下 我們其實就是DIR 之前什麼 一個箭頭 然後給它一個什麼 什麼什麼 00 點TST 它這樣就會把 DIR的結果輸出 我好像還有加一個什麼參數吧 新簡的參數好像是斜線B的樣子 把它輸出 這個是大於 大於 到這個目錄 輸出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幫我把那個 00這裡面 就是放什麼 放這個所有的東西 其實 特別注意 其實 如果你將來希望在那個 Python裡面 去執行什麼 執行類似像這種 DOS的指定的話 它也支援喔 而且我覺得還蠻好用 如果你習慣用那個 就是DOS指定 像我是還蠻習慣的 以後如果你要 模擬那個DOS 因為DOS以前用的蠻習慣的 所以裡面很多像 建檔 三檔 建目錄 什麼都有啦 那你可以用什麼 OS.System 直接怎麼樣 刮符裡面就執行指定 所以你可以DIR 也可以自己輸出一個檔案喔 然後你再去把那個檔案讀進來 放到list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沒有人說不行 所以你可以混搭 沒有人說程式一定要怎麼寫 OK 沒有人規定說一定只能這樣寫 反正你可以把那個作用 那個功能做出來 那就OK了啊 至於怎麼寫 我覺得你還是自己要用 自己最習慣的方法寫 像我覺得這個也可以 所以我這邊有把 怎麼做的方法放在這裡 所以以後如果 你也可以試試看 把以前那個 像以前蠻多寫DOS的東西 批次檔 也可以直接在Python裡面執行 就用這一招就可以了 OK 所以試試看 接下來我們如果要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改寫一下 改寫成什麼 OS Work的話 其實也很簡單 主要那個Work是什麼 它就是幫你把目錄裡面的東西 一個一個抓出來 那就跟你預先放一個list上去 其實也沒什麼兩樣 一個是先做 一個是一個一個抓出來 我再去把它讀出來合併 差別在哪裡 首先 第一個 我們把上個禮拜的這個 其實修改一下 所以我習慣是把它按右鍵複製一下 然後再貼上 改一個名稱H 這邊後面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OS Work 讓它區別一下 我就知道說 這個是用OS Work做的 把它開起來 這個舊的就把它關掉好了 第一個的話我不要list 所以第一個list把它註解掉 第二個的話 那我的程式 基本上 這個 這個是由那個OS Work出來的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 我們可以拿那個 雲端上面這個來參考 基本上它這一串很長 所以我就 就直接拿好了 OK 這邊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主要是列舉所有檔案這兩行 它基本上就是4 它這個 那個OS Work裡面 不只幫你搬檔名喔 它還幫你搬什麼 目錄名 跟目錄 吃跌名 哇太多了 可是我們其實只要file 所以基本上前面這兩個 就是有 但是我們沒有用到 所以呢 基本上就這兩行 所以這三行把它複製一下 OK Ctrl C 那請你把它 也許 放在哪裡呢 放在 上面這一行 那把這個原來的陣列 原來的那個 4回圈 註解掉 把這邊 那這個 這一行其實可以先拿掉一下 貼到這上面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抓到什麼 抓到 裡面的file 不過第一個會有一個問題 import 我們好像沒有import 所以其實上面的話 記得把它import import什麼OS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預設裡面就有了 不需要再額外安裝 接下來的話 因為我第一層回圈 第二層回圈 所以記得把這裡面的東西 除了print之外 按你的tap鍵 讓它下一階 因為之前我們只有一個回圈 它這邊有兩個回圈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地方要改的呢 目錄名稱 我是放在D 所以我把它改一下 這邊把它改成D冒號斜線 如果你目錄不一樣 請你自行改一下 所以請你幫我去這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我要的檔案 有的話呢 把它一個一個放到name裡面 那我就先開第一個 所以第一個可能會開三重.txt 開起來之後的話一樣 那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C 注意一下 我原來是好像把它清空放下面 我後來發現 放下面一個缺點 上面還要再放一個 那你幹嘛那麼麻煩 我乾脆就放在最上面 放在上面就好 所以我乾脆怎麼 放在那個哪裡呢 在回圈的下一行這裡 我就把它放在這裡 我覺得放在這裡應該是比較OK的 就是當它剛開始的時候 建一個空的C的字串 裡面沒有東西 那我就去開啟這個檔案之後 一個一個的把裡面的資料 讀到C裡面去 然後並且怎麼樣 並且把它再寫出去 寫完之後呢 它就回來了 換下一個的時候 又清空了 所以我本來好像放下面 我覺得放上面好像比較OK 你試一下 我剛剛試一下好像OK 好 這樣的話基本上層次都寫完了 所以Import一個 然後把那個 OS Work 目錄給它 把裡面的檔案 一個一個讀進來 一個一個讀進來之後的話 試一下好了 那這邊的話我看一下 原來我裡面有沒有O 這兩個把它刪掉 這已經有了 但你想說老師每次都要自己手動刪 好像很麻煩耶 可不可以乾脆就寫一個自動刪 可以啦 這個因為程式不複雜 所以都寫在這裡 如果檔案已經存在 就先把它刪掉 有沒有 就剛剛講的 你可以先怎麼樣 先給它檢查一下那個路徑 是否存在 就是OS.pass.exist 把目錄名稱給它 它檢查之後 如果If true的話 就把它OS remove掉就好了 當然如果false 就不做任何事了 OK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你要先把它刪掉的話 那一樣 把它 當然我這邊直接Ctrl C Ctrl V好了 好 這邊的話目錄名稱可能改一下 把這個D冒號斜線 這邊改一下 改在這裡 OK 貼上一下 就是在D疊底下 這個目錄 如果有它 就幫我刪掉 OK 甚至如果要更精簡 是不是乾脆把這個F也不要了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執行看看 如果目前這裡面沒有O 那我把它執行看看 執行 確定 OK 合併完成 而且速度超快 有多快呢 其實基本上不到一秒鐘 但是如果說你希望知道速度多快的話 其實你可以加個Time 不過因為我覺得這個好像已經很快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結果好了 當然O出來了 打開 裡面有沒有 基本上就正確 所以基本上呢 請你把那個上個禮拜這個邏輯 這個List換掉 換成什麼呢 最關鍵的這個 Always Work 這兩行 這兩行其實看起來沒什麼 不過也花了蠻多時間去研究 因為我發現網路上講的也不是很清楚 最後我發現其實就是多增加了三個 另外如果以後你要目錄的話 你也可以從目錄裡面抓 如果假如說你這裡面還有紙目 有油橘還有山 山蟲裡面還有 那你就要用DIR DIR還要再下一層 下一層有很多的目錄的話 你就是要個別的去把目錄裡面的東西再打開 不過我想應該目前應該用不到那麼複雜啦 不過暫時請各位大家知道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就是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那個部分 要稍微做一個修改 本來是用List 把它改成用 Always Work 大概關鍵就那兩行 那兩行其實還蠻重要 而且很好用 以後你就如果要用 你就拿那個複製貼帳比較快 這兩行其實我記得好像有花了蠻多力氣 因為剛開始我也看了官網上面的說明 讓一下奇怪什麼都有問題 後來發現其實就是處理File就好了 其他那個DIR跟ROOTS暫時不處理 OK 但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把裡面的DIRS跟ROOTS 把它叫出來看看 它其實也是每一個的紙目錄 跟裡面的那個上一層的 我記得ROOTS好像是什麼 磁碟機名字還是什麼 我有點不太記得 你也可以 如果你有需要 你可以拿這個再串接 不過看起來似乎是非常複雜 那它其實 OS我覺得它裡面提供的功能非常完整 甚至如果你要做一個什麼樣的功能 比如說像那個 像常用的像什麼 我想要查一下 我磁碟機裡面哪一些檔案最佔空間 並且幫我列出排序一下 其實用OS裡面好像也有類似的功能 請各位試一下 而且我發現它的速度還蠻快的 好 好 好 謝謝